有一個可能 或者有一些民族不論在行為 就令到一班對香港有貢獻 或者對民主主義運動很貢獻的人 去將一步的打壓 你覺得打壓那個目的最重要 是有什麼原因? 其實相信都是從《一國兩制》 還有當初那五十年那個約定是有關的 因為香港胡偉組都要做二十幾年了 都相信是透過這些行動 或者在一些法律上的 就是在一系列的行動裡面 進一步去收緊香港的管治 達到他最後一國一制的目標 這個收緊這個管治是不容許示威 還有他好像說要改選舉的制度 除了所有民主派給人這個管治 其實他做這麼多事情都是看到他對於自己的人民 就是自己人民的信心 不是他自己的 應該是他自己的管治信心 就是很容易說到那個 就是如果你是管治得好 人民對政府有信心 安居樂業的話 其實沒有人會真的走出來去搞什麼反政府 不是說要搞什麼革命的 我相信 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說 如果一個國家真是對人民好 是為人民福祉著想 是遵從人民的意志的話 其實我不相信會有一個人這麼笨 就是犧牲自己的工作時間 自由 去做什麼所謂的革命 就是今時今日這樣 其實政府自己都要自己去想一下 究竟你在做什麼 究竟你明明 胡威了20多年了 你究竟明明香港人需要什麼 我經常覺得你自己 內地政府 你純粹是 你缺乏一個管治的智慧 去管理香港人 之前都可能聽到很多人說擔心 就是香港會成為什麼疆獨 蘑菇等等 那些外族的後族 我明白他想中國統一 但是我們身為香港人 甚至可能有中國血統 我們都明白 可能以前歷史以來 中國人被人欺負 但是我明白他 你不用這個方式去跟香港人說 要這樣去管打香港人 先生 你從事什麼行為 本身是社工來的 今天想要上班嗎 請了假 請了假 今天特意請假 是啊 你有沒有英文名字 Rocman Rocman 《有點背景》 不是 神話 星輝 名字 也拿來 ark 為什麼要特意請到今天來這裏 幫你 這個職結 可楓 其實其實到這一刻刻是想不到有什麼 有什麼用 或者可以幫手足或是同路人 但願來到親身打氣 因為真的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做 我們不講雨傘 在2019年到現在 我們都可能和理非 有用過很多的方式去表達訴求 或者去抗爭 但是效果就是 是被人進一步的打壓去牽制著我們 香港人加油 不要灰心 我相信有一天會見到光明 我問一下 看今天有多少人來 是 聽不懂 看今天有多少市民出來 你覺得人數都很重要 就是警察站 其實是的 我想剛剛都說過 我們不知道有什麼方法也無用 但是我自己都是一個 叫做摩理非 起碼走出來 打氣也好 我希望不要讓人覺得 我們不是不團結 我不會說可能很勇武地走上前去防身 但是我會用自己的方法走出來 是的 在這裡聽審 我也是第一次來聽審 我都想了解多一點狀況是怎樣的 而且也想第一身知道手足其實是 結果是怎樣的 會不會看到很多人以為香港人都很寬死心 其實以為又好像不對 這塊都是一個社運的低潮 應該可以做到這個效果呢 做到什麼效果 其實我相信運動並不說低潮只是一個休息的狀況 因為始終不能夠無了期不斷去做這些抗爭運動 因為我相信作為抗爭者都要去想一想 其實我們要不斷去進化 我們的智慧都要不斷去提升 去想一下有什麼方法 真的可以提升到香港人的士氣 或者是一個相對有效的抗爭方法 我不認同是一個低潮 因為就算一個經濟週期都會有一個循環 我相信大家休息好會再出來的 在抗爭的運動上 你看到你都比較年輕 你覺得香港還有沒有希望呢 我相信是有的 我們去看歷史 可能過往就算我們中國自己以前 可能推翻滿清政府都會有這樣的一天 其他歐美的國家可能都有這樣的一天 很多不同的國家都有革命推倒極權政府的例子 我都相信是會有這樣的一天 是的 都要等這一天的久了 但現在有代價呢 已經越來越高了 現在出來呢 很高 明白的 但是我自己都覺得做任何事情都會有代價 正如可能犧牲了的手足 或者已經在囚的手足 這件事是他們自己走出來的時候都明白到這個道理 很感謝他們為香港人的付出 或者南保有一天 其實我們香港人全部都會走出來 和他們走同一條路 其實我想其實這次初選其實某程度上都叫做 有一些團結的味道出來了 因為始終大家都叫做 就是在初選裡面都有不同的光譜 就是有溫和民主派 有勇武派 有本土派 有可能激順派等等 起碼大家都叫做 就是就著因為現在的政務問題 都站出來去做參與這個初選 就是雖然事前大家都知道有機會被捕 或者犯國安法的風險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團結的 但是要看之後大家會不會在抗爭的概念上面會有轉變 是的 但是我看到是團結的